新年油价已经涨了N波了,看着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票子,像流水一样加进车里,真是心疼。 据国家发改委通知,自7月9日24时期,国内汽油价格每吨上调270元,柴油价格每吨上调260元,所以大家以后看车的时候,省油必须要列入重点考虑范围。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几款在省油榜上排名超前的车,有了他们,再也不用担心油价上涨。 别克V-LIT-E5厂商指导价26.58、29.58200公里油耗,0.9升复古又前卫的别克V-LIT-E5,前后灯都采用了仙气放电光源,长宽高分别为4579X1811X1494mm,抽距为2694毫米,空间表现一般。 动力方面,别克V-LIT-E5的混动系统,由一台1.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加双电机,以及一块18000瓦时的离子电池组成,纯电行驶里程为116公里,单次加油的综合续航里程,则达到了768公里,最大功率78000瓦,封着扭矩138nm,传动系统匹配ECVT不及变速箱。 另外,别克提供10年免费保养,加上超长的纯电续航,使用成本极低,不过前提是家里有充电桩,比亚迪琴厂商指导价,18.59、20.99、万百公里油耗,1.2到1.4升,以比亚迪琴100为例,车辆外观动感大气,车身长宽高,为4740X1770X1480mm,轴距2670毫米,配置也非常丰富。 三百六十度影像,遥控驾驶,自动大灯,电下热通风座椅,应经已表含,一键启动,无钥匙进入,二十脉自动落索,防蓄墨后视镜的一个不少。 动力方面,比亚迪琴100搭载一套插电池混动系统,其有UID476BQA型1.5T发动机,电动机和锂电池组构成,最大功率为154马力,百公里加速5.9秒,百公里油耗1.2升,上汽融为EI6厂商指导价,20.18,22.28万百公里油耗, 1.5升融为EI6前连,采用最新的律动式家族设计,车身长宽高,为4671X1835X1460MM,筹距2715毫米,内饰方面,配备10.4英寸互联网大屏,12.3英寸全应经交互使虚拟仪表和选扭式换挡机构,还搭载 ACC自适应巡航,AEB自动紧急刹车,LDWS车道偏离警告,360度全景倒车影像,和智能遥控下驶等高端配置,融为EI6的动力部分,油弹号SG16T的1.0T缸内,直盘波轮增压发动机,加IU智能电池变速器组合而成,综合最大功率为228PS,综合最大扭矩为622NM,百公里加速7.9, 明觉六插电,混动厂商指导价16.98,18.68万百公里油耗,1.5升超高颜值的明觉六插电混动,车身长宽高,为4695X1848X1458MM,筹距为2715毫米,车内配置12.3英寸虚拟仪表,10.1英寸高清互联大屏,电子旋扭式换挡,集合感性力设计高颜值, 6秒破百高性能,同级独一无二的互联执行,APA自动驳车,RCS遥控驾驶等领先装备,科技感十足,动力方面,明觉六插电混动,搭载有1.0T发动机和电动机,构成的插电式混动系统,最大功率可达168千瓦,228马力,风筝扭矩622NM,百公里加速6.85S,电池容量为9.1千瓦时, 0-100充电约3小时,综合工矿纯电,续航53公里,另外还提供三种架控模式,和三种能量回收模式,吉利D毫PATV厂商指导价, 16.58,18.58万百公里油耗,1.5升吉利D毫PATV外观中规中矩,车身长宽高,分别为4631,X1789,X1492MM,筹局2650毫米, 类似简洁大方且不失科技感,配备了一精一表盘和7英寸的多媒体中控屏幕,集成GPS导航,倒车影像,手机互联功能等, D毫PATV搭载一套由1.5升发动机,加电动机组成的插电式混动系统,具有EV和AGV两大驾驶模式, 同时在每种驾驶模式,下注Eco,Normal和Sport三种操控模式,最高时速175千米每小时,0到50公里的加速4.6秒, 在纯电动模式下,最大续航可达61千米。 ,最大续航可达61千米。 ,最大续航可达61千米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